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又觉得怎么一下子又要开始上班了 好讨厌哦 好不过没关系呢 礼拜一就让我来陪陪你们说说话来聊天 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 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都很难专心 是的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一只手机嘛 所以变成是说 可能你当下在做一件事情 你做得很认真哦 突然叮咚 突然来就一个信息 然后就开始不自觉会想点进去看 是谁传给你 然后有没有什么很紧急的事情啊 我们就片刻可能我们的专注力只有三秒 我发现不管是我自己还是 还是我先生或我身边的朋友 我们都觉得 虽然说现在手机非常方便 但是人很难专心 我说的专心不是说一定要专心的把工作做好啊 而是说你可能当下 你正在做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好了 可是就是会很容易被打断 然后自己也很难再 很难再跳回来原本做那件事情 那我这边分享我要怎样让自己可以更专心 就是可以把事情顺利的完成 我其实前天呢 我跟我老公有去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 我想一下叫什么 叫做 结婚纪念日 他那个记啊 是计算的记 然后其实我看了那个预告片 我觉得嗯 这感觉应该蛮有趣的 于是我们就去家里附近的戏院去看了 看完之后啊 我就整个人就是很像那种任督二脉打通 就开始想通了一些事情 嗯 因为其实小孩出生之后啊 我其实非常也不是算节俭 就是嗯 我比较不舍得花钱给自己 就觉得说 我最好的我就一定要留给小孩啊 那把钱都多存一点给他们 但是我觉得看了这部片 他其实嗯 我不要透露太多的剧情啊 我希望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相信会对你之后的价值观啊 我觉得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我觉得从这部电影呢 我学到就是要好好珍惜时间 跟珍惜身边的人 珍惜你所有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人生很无常 然后再来就是说 嗯 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啊 反正有时间再去做就好了 比方说我想要去学画画 我就会说啊 那不然等我再 钱再断多一点 我有我有闲的时间 闲钱再去做 那就会发现我们就有一种 拖延症候群 就是想说啊 我一定要去做 我要这样去做 可是真正你 你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躺在床上 追追剧看电视剧 我就觉得很有趣 好那 呃 又讲回来今天的话题啦 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专心 其实就是说 像我自己有 呃 拿笔写笔记本的习惯 就是那一种 呃 每一个 每一年会有那种年历啊 那种很可爱的那种 小女生 以前在写那种 手杂啦 万用手册 呃 我会把 我要做的事情 写在行事例上面 那虽然说 人家说啊 你就用 用手机记就好了 手机有行事例 可是我觉得手写感觉不一样 嗯 你在写的当下 你可以同时在思考 哦 我现在把这件事情记上去 那 呃 我做件事情 那我要安排 呃 礼拜几 呃 上午还是下午 就变成是说 我编写的时候呢 我可以去 思考这件事情 可是当我使用 iPhone手机记事情的时候 我会变成是很急 就很想把 因为那个很方便嘛 按按就记上去了 就 行事例嘛 就 就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啊 小孩的事情啊 然后家里要买的卫生纸啊 然后到可能工作上的事情 会很混乱 于是我就 长年以来一直有 手写笔记本的习惯 我觉得这个是一点 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不管是什么样的笔记本都可以 你可以写接的日期啊 或者是 买那种周记的那种 呃 那种小本本 可以记你要写的事情 跟你年度的目标 比方说 哦 我要把体重减下来 减几公斤 我就觉得人是一个 非常视觉 然后非常直觉性的 当你去看到 看到你的目标 你会发现 哦 发现 哎 原来我今年度的目标是什么 哎 那我有没有达成 我有没有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 你使用3C的手机啦 电脑平板 它是 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取代 呃 这种书面的东西 那当然呃 3C产品也让我们的生活非常便利啊 因为呃 手机啊 甚至是Apple Watch 都非常方便 然后我第二个要分享的好物是什么呢 这个不是业配哦 这是我真心分享 就是小米出的手写版 我觉得它非常好用 好用在哪里 就是它其实是 呃 其实它有一支手写笔 可是它没有办法 像那种iPad啊 还有橡皮擦功能 它就是一个 我记得好像才300块 还是500块 反正就是很便宜的一个手写版 你可以当下记录你今天要做的事情 或是你隔天要做的事情 你做完的事情呢 你可以把它 就是按一个那种哄 哄那个圆圆的键 它全部都消除了 就其实也 我觉得挺方便的 虽然说它不能就是把你写的内容去上传到你的手机案的电脑 可是我觉得其实挺方便的 就有点类似像以前那种文具店卖的白板 那大家知道白板它那个麦克比又对身体不好 所以我觉得挺推荐小米手写版给 给所有很难专心的朋友 就是你会 你就放在你的电脑前嘛 然后你看着它的时候你就想说 哦 我这些事情还没完成 可是如果当你没有一个东西 或是便利贴 我觉得也很方便 像我现在电脑啊 我就贴了很多不同颜色的便利贴 有橘色黄色绿色 那我自己怎么分类呢 比方说小孩的事情有哪些 我自己的 比方说Postcat要上传什么样的主题 我也把它贴上去 然后还有我公司的事情啊 就是完全一目了然 我觉得这个是能够帮助自己 你坐在可能你正在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 比较不会被带走 就可能当好有一个讯息来啊 或是一个网拍的广告啊 就开始在那边划衣服 然后我觉得划手机会让时间过得非常快 以前是有看报纸的习惯 可是我觉得自从有了这种很方便的手机 我们会被人说 常常花上面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多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可以好好的 静下心来去 就算是放空也好 因为现在的讯息太多了 包括像最近非常夯的crumb house 我看有时候他们聊天是都聊到半夜 甚至整个聊在早上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感觉好像他们都不用睡觉 我自己也有玩过一阵子啊 我后来就 我后来就很少在碰那个 但是我会把我自己的个人简历啊 资料啊 就是写在我的字界 那有兴趣的人他就会follow我嘛 我比较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那上面 虽然说可以吸收到非常多的资讯 然后也可以认识不同行业的人 但是我觉得人类大脑是需要去消化的 尤其在现在 我们这么样资讯爆炸的时代 有时候会忘记我到底要做什么 好像别人做那个好像不错 然后我也去做一做 那另外一个人他做这件事情又 又不错了 那我也想去碰一碰 就变成是说 现在的人非常难专心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真的是这几年来 有非常明显的发现 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管呢 你是 即使你是去公园走走啊 去那边这样 躺在那边 坐在那个躺椅上 看着树 或是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子 想想我现在就看看楼下的车子啊 然后可以去一些身心放松的地方 我觉得说不定就可以让自己能够更专心 有时候专心不见得是你一定要做成一件事情 而是说 这也是一种给大脑减压的行为 有时候我们人啊 听太多的资讯 或者是声音 又或者是很多的应酬 然后每个人跟我们讲好多话 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在 吸收太多太多的话语了 有时候会觉得脑袋好想要 亲近一下 所以我真的很推荐 听类似那种轻音乐 就是我们在咖啡厅啊 或听到那种非常放松啊 解压的音乐 我觉得通过音乐 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 可以呈现放松的状态 时间分配也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 我这边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个性好了 我从小啊 我爸妈 应该是我哥哥 他叫我绰号叫谢一半 又有姓谢嘛 那我就是一个非常喜欢三分钟热度的人 就可能我现在又有小时候学钢琴 我坐在钢琴上啊 我弹钢琴 我可能屁股还没坐热 我就不想弹了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腻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我蛮好奇我做音乐这个行业 我可以做到现在已经七八年了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我应该是自己逼自己 就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 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持续性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是后天 硬是让自己能够有始有终 那我发现我生了小凤梨啊 就是我女儿 她跟我小时候超像 她就是左边玩具玩完 没几秒钟丢掉 就丢到旁边 然后再来右边车车碰一碰 然后碰完车车之后 又去玩家家的酒 我发现她跟我以前小时候真的超级像 没有办法好好坐在那里 然后专注做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我觉得其实 基因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东西 就是完全就是像妈妈 但是她长得很像爸爸 但是个性跟我小时候真的超像 我觉得专注力是现在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去学习的功课 以及就是时间的管理 那时间的管理我觉得 我自己也有一些心得啦 不过我会放在可能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她都有自己处理事情的一套逻辑 跟她的先后顺序 比方说有些人习惯早上起来先喝一杯咖啡 然后会去跑个步 再开始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那我自己呢 我自己是 我早上可能我会先 我会先泡一杯 泡一壶减脂茶 因为我最近在减脂 我的内脏脂肪真的太高了 然后我就会去洗脸刷牙 照镜子深吸一口气 开始作战 没有啦 就是要准备帮小朋友 换尿布啦 穿衣服啦 跟老公一起送小孩去幼稚园去保姆家 其实有些事情你每天做 你会觉得好厌烦 那要怎么样去克服这样子的厌烦 我觉得真的就是靠自己心态上的调整 跟偶尔真的是要去放空 哪怕就是你发呆也好 甚至是把手机关飞航都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专注力抓回来 可以让自己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觉得比很多事情都重要 不过我最后最后还是 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刚推荐那部电影 就是叫做结婚纪念日 那其他片长不会非常长 我觉得怎么看一看就已经结束了 其实像这类的电影 我觉得其实它也不需要演太长 但是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的 那虽然说现在疫情嘛 那就可能要记得消毒好自己的手啊 然后还要戴上口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那今天呢 我们差不多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有想要听我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啊 也欢迎可以就是私讯我们的IG或者是信箱 我们都会去收信 或者说你有想要分享你自己的职场的故事啊 或者是育儿心得 也可以是你跟你另外一半的事情啊 都欢迎可以投稿给我们 我们就是可能会在之后的集数呢 我们把它分享出来 给其他人的听 因为我相信 有很多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故事 跟他的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借由节目内容 把大家的故事去分享给更多人听 我觉得应该还算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啦 祝福今天有一个愉快的下班日 愉快下班日的时光 不管你等一下要去跑客户啊 或者等一下就要去接小孩了 就是记得要善待自己 然后我觉得每天过开心一点 不是只嘴巴讲讲的 我觉得试着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 有时候可能你在途中啊 做一些小改变 你就觉得今天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咯 我今天又有进步一点点了 今天又跟小孩又多看了一本故事书啊之类的 就是在平常这种看似好像枯燥乏味的生活里面 加一点色彩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今天废话有点太多 拜拜 拜拜 拜拜